我凭借一身剑子肉 成为后宫最独特的妃子 别的妃子一三五受风着凉 二四六昏迷半壳血 我一三五手撕全阳 二四六牛头战有蝶 史官为后宫妃子写小传 我的小传是这样的 山石做沙包 杨柳当葱薅 抱头还眼配粉衫 两眼一睁就是干 为我写传的史官老泪纵横 我这一生 学富武车 落笔成书 正是写过 也是写过 狗屎还是第一次写 我带着满身剑子肉 穿进后宫攻略游戏 这其实是个意外 彼时 我历经无数次闯关失败 正狗急跳墙 美貌 智谋 文采 全点灵 生命值 武力值 点满 我就不信 过不了这狂妄丛林 一顿操作猛如虎 创建人物 开启副本 一气呵成 可是 我选错了地图 系统中回荡着我的哀嚎 怎么是后宫 撤回啊 可开宫没有回头剑 我就这样 顶着一身剑子肉 顶着张报这个名字 带着攻略皇帝的使命 风风火火杀进了后宫地图 闯进这条完全不属于我的赛道 我也很绝望 甚至想到了速速求死 好重开一局 可这生命值战斗值点满的属性 实在是很难速死 这副肉身如铜墙铁壁 刀劈不进 斧凿不开 我尝试把自己溺毙在荷花池 结果池子被我喝干了一半 站着汤回来了 我对着系统叫骂了三天 表示抗争 系统冷冷回复 没办法 我最多能放个和你一样 武力值点满的角色进去 让他努力砍死你 我问 那他几天能到 系统回 三十个工作日 止不上 根本指望不上 既然死不掉 那就硬着头皮上吧 闯进后宫算我倒霉 被我闯进来了 也算这后宫倒霉 最倒霉的当属皇帝 太后要求皇帝与路均沾 皇帝每次到我宫中 看着雄鹰般的我 脸色都如便秘了 五天一样难看 朕常常回想 当初为何鬼使神差 留你在后宫 现在每每看见你 都有种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脚的痛苦 我默默看着他头上好感度 零一万的进度条 觉得应该做点什么 于是 虚心向别的妃嫔学习 与皇帝培养感情 我举起沙包大的拳头 喊着鸣鸣鸣 陛下疼疼我 轻垂皇帝的胸口 不慎垂断了皇帝两根肋骨 皇帝终于被我打动了 物理上的 他捂着胸口 字牙咧嘴 疼 疼 正疼还不行吗 我开心地转起了圈圈 宫女和太监 被扇到了十米开外 皇帝卧床养病 妃嫔们纷纷施展厨艺 给他送汤 我也不甘示弱 上山抓舌 下壶摸鳖 先锯石 捉毒蝎 为他熬制十全大补汤 皇帝看着我摆在他面前的三只海碗 面露难色 可一见我殷切的眼神 他又抖着手 一碗一碗灌下去 我摸着皇帝皮球般的肚子 甚是满意 太后不是总嫌妃嫔的肚子不争气吗 这气 你自己真回来了 皇帝捧着肚子 笑得比哭还难看 皇帝喜欢与我躲猫猫 一找不到他 我就简单卸下个弓的门板 温柔掀开房顶的瓦片 用俏皮的声音说 我找到你了 每回他都激动得呲啪乱叫 我凭借实力 成为与皇帝形影不离的肺子 皇帝送我一副免手套 把我的蒸蒸铁拳包得像机器猫 每天戴着那么厚的免手套 其实还挺热的 可那是他亲手帮我戴的 还打了精致的蝴蝶结 包起我的铁拳之后 他显然有安全感多了 他批揍折 就让我坐在一旁 我将两只援手搭在膝盖上 反复欣赏 粉粉的蝴蝶结 和我古铜色的剑子肉 甚配 渐渐地 皇帝摸清了我的脾性 他不再怕我 并且学会了物尽其用 有刺客行刺 他只需大喊一声 报飞何在 我就会破门而入 穿墙而入 从天而入 然后在他面前 斯文腼腆地拧下刺客的脑壳 皇帝夸我 比暗卫干得漂亮 因为 我在拧下刺客的脑壳时 还能从容掌控 血液喷溅的方向 不会弄脏 他刚批完的奏折 有时活太多 他不想干了 也会指挥 我往没批的奏折上喷 他遣散了大半暗卫 省下一大笔银子 给我买烤猪吃 眼外廊下 我席地而坐啃烤猪 他聊起一百 坐在旁边 一边听语 一边看书 你知道吗 朕许久没这样放松过了 我将脸从猪腿上挪开 我给你的生活 带来这么大的变化吗 皇帝看着我脚边 堆成小山的骨头 神色迷茫 是很大 从前朕守着弱大的家业 不知道怎么花 现在 朕都想偷点什么了 我俩就这样并排坐着 一个读了三卷书 一个肯完整投猪 抽空还驯如闪电地毯 走朝他飞来的蚊虫 我的守护圈 尖如铁筒 皇帝自言自语 气氛还有点甜是怎么回事 此时 闭得一声 仅我可闻的系统提示音响起 好感度 一百亿万 恭喜玩家 解锁小事牛刀成就 系统奖励属性点 两点 请自由支配 我忙不迭喊 美貌美貌美貌 全家美貌 美貌毕竟是后宫第一生产力 虽然只有两个点 买不了起死回生 买不了倾国倾城 可苍蝇再小 也是肉啊 后宫众人 终于感觉到了不对劲 他们聚在皇后宫中曲曲 柳妃面带愁容 皇上许久不来我公众了 梨妃梨花待雨 从前皇上最爱看我跳舞 夸我腰枝纤细 柔弱无骨 可上次我向皇上献舞 他却皱眉问我 腰这么细 提得动刀砍得了人吗 他们七嘴八舌讨论一番 得出结论 皇帝的审美 好像变了 那皇上会喜欢什么样的呢 他们不约而同 看向身段最风雨的冷飞 冷飞翻了个白眼 别看我 我费尽心思 胸前垫了三层 腰术的几乎断气 皇上就像瞎了一般 看都不看 他们带着满腹疑惑 来御书房求证 刚到门外 就听见屋内传来皇帝的叫声 好刺激啊 抱抱 再来一次 皇后大惊失色 怎会有如此淫乱之事 他们七手八脚破门而入 却看见皇帝 正吊在我剑朔的手臂上荡鞦韆 快乐得像芝麻喽 众妃嫔的沉默 震耳欲聋 皇后 好抽象 皇帝善善地站好 偷感很重 皇后 别这样 更抽象了 我另辟蹊径的得宠方式 还是招来了杀身之祸 明着打 很显然 谁都不是我的对手 因为 我可以一刀 将五名刺客串成串 再多就串不上了 因为刀不够长 五个是刀的极限 不是我的 于是 他们选择暗算 往我的水杯中投毒 第一回 吓得少 等了三天 我还活蹦乱跳 第二回 多吓了些 我闹了会儿肚子 瘦了半斤 还有点开心 第三回 吓得比较重 我看着杯中混玄雾 大声问 谁下的呀 你拿来 给我干吃得了 四周鸦雀无声 只有后山的墓中 被我震得久久污名 伴着钟鸣 一个太监 哆哆嗦嗦 尿了裤裆 这么大人了 尿尿都不会 我抱起他 当街把了一泡尿 工人纷纷赶来 围观太监尿尿 当晚 那太监就投井自尽了 多大点事啊 眼看攻略进度缓慢 我挖空心思找机会 想要推一推波 注意助澜 早点完成任务 就能早点离开 这个鬼地方了 我双目炯炯盯着皇帝 言辞委婉 皇上 我什么时候可以侍寝 啊 皇帝身躯一僵 他看了看我沙包大的拳头 和鹅蛋般的公二头鸡 紧张地吞了吞口水 我那个 我这几天 不太方便 皇帝目光闪烁 你这个不方便 一般是几天 三天 还是五天 我 可能比较长 长点好啊 嬷嬷教我的 长笔短好 虽然我不懂 他说的是 怎么个好法 皇帝神色惆怅 三年一度的九国大典 马上就要到了 我们齐国不善战斗 唯一胜算 就在九国变难 镇压力很大 他平日看起来从容自如 竟然也会焦虑 我说 原来你 也会有没把握的时候 皇帝说 可以说 如果我不通宵达旦的准备 像个神经病一样 一人分饰两绝 反复推演练习 我的答辩 也将会是一坨大便 这世上 哪有什么天才少年 都是在偷偷吃苦罢了 他又找不了一句 男人压力大的时候 通常不太有某些方面的兴趣 你能懂吧 我点点头 懂 嬷嬷教过 当男人开始找各种理由的时候 就是在掩饰自己身体不行 嬷嬷也嘱咐过 这个时候不能拆穿他 他身体已经不行了 如果再让他的自尊心千疮百孔 未免过于残忍 我问 大典之上 要是我们能拔的头筹 那我可以侍寝吗 皇帝点了点头 却又苦笑道 九国之内高手如云 哪有那么容易 我的嘴角比AK还难压 平日在后宫 我极力压制自己的战斗力 生怕吓到别人 这不专业对口了吗 大典那日 巨大的狩猎场上 乌鸯乌鸯全是人头 皇帝立于高台之上 月白吉福随风翻飞 如明月角角 九国变难 皇帝顶着一张人畜无害的脸 不疾不徐地放着唇枪舌剑 从容拿下魁手 从头到尾没插上话的 北齐皇帝不服道 谁不知你齐国不善征战 竟会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一群男人比嘴炮 你怎么不放后宫 美人进来比战力 皇帝低着头 薄唇紧敏 生怕一不小心笑出声 我不知该如何描述那日的盛况 那年的九国大事记 关于那天的描写 占了一半篇幅 那日 九国人民第一次看见 马术比赛中 有飞瓶嫌马跑得太慢 下来扛着马跑 第一次看见剑术比赛中 有飞瓶觉得 自己的剑舍的掠片 追上去往右边拨了拨 也是第一次看见 温润端方的齐国皇帝 庆祝胜利的方式 是吊在飞瓶的手臂上 荡来荡去 像芝麻喽 更离谱的事情 发生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 系统的避避生命 急得像打开了机关枪 我眼看着皇帝头上的 好感知蹭蹭胀 一口气干到了五千 我快哭了 早知道他喜欢这个 我早就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白走了一个多月的弯路 与此同时 系统奖励的属性点 接二连三向我砸来 于是 九国人民又亲眼见证了 斗舞场上的这位彪悍勇士 越打越凶 越打越聪明 甚至还越打越漂亮了 写书的九国史官老泪纵横 疯了 太抽象了 只有从前为我写传的史官 仰天大笑 这狗史 终于有人陪我一起写了 眼看攻略进度过半 只差临门一脚 我内心狂笑 手中大刀捂得虎虎声威 准备拿下最后的胜利 却突然间一赶银枪破空而来 举刀一挡 钉得一声脆响 震得我虎口发麻 我脸了笑 名神望去 只见迎面一人打马而来 那人一身银甲 身形高大 虽有半副面具遮面 仍能看出那张脸邪魅狂眷 艳若桃花 到了我面前 他勾唇一笑 好漂亮的身手 本王来讨教讨教 我打量着他 这批逆众生的力量 绝顶的武力 还有开挂般的颜值 哦哦 这狗屁系统 我绝望的时候 他不作为 我好起来了 他也把这活跌给送进来了 这人名叫玄图 皇帝同父异母的弟弟 是魏国长公主 与其国老皇帝 猪胎案结 又带球跑的产物 我暗暗甩了甩 还在发麻的右手 幸亏还留着三个属性点没加 本想夜里事情时 夹在美貌上 给皇帝致命一击 如今 他们有了更好的用处 我唤醒系统 全家武力 手臂上的肌肉 瞬间像是喝饱了血 我挥起屠刀试了势力道 他自信满满 用长枪来挡 又是钉的一声脆响 玄图的脸色变了变 微不可见的 甩了甩自己的右手 我暗暗冷笑 纵使你开挂了 也是个新号 怎么跟我这 已经完成了一半攻略任务的玩家比 高手过招 点到极止 众人还未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 玄图已经开始嬉皮笑脸 今日你累了 赢了也胜之不无 改日再打 说吧 骑马转身 逃得飞快 皇帝甩着他 华丽又碍事的大袍子跑过来 双目失露幽露地看着我 我心下一松 突然感到有点累 叹气道 想抱抱 皇帝惊喜点头 众目睽睽之下 他双臂还住我的脖梗 义不容辞地跳到了我身上 我 不愧是他 玄图在齐国柱下了 嬉皮笑脸的伪装下 全是新颜子 虽然他暂时打不赢我 可我也猜不出 他的任务是什么 如果他任务进度神速 不断获得属性加成 会很难打 我如临大敌 一天到晚盯着他 防止他偷偷作妖 就连吃饭 我都要和他吃一个碗里的 怕他偷带了什么 有助于提升修为的灵丹妙药 这是放在以前 我最多背个霸道的恶名 从别人碗里抢饭吃 可今时不同往日 如今颜值飙升的我 背上了绯闻 宫里四下曲曲 战斗力爆表的豹飞 与齐国的野生皇子 玄图不打不相识 一达清心 相见恨晚 今日一个碗里吃饭 明日就要穿同一条裤子了 刚刚开朗了两天的皇帝 又变得不爱笑了 晚饭时 他心事重重地来到我宫里 我正和玄图扭打在一起 从地上打到榻上 又从榻上打到房顶 皇帝嘟着嘴 你俩偷偷摸摸地行不行 何必玩得这么花 皇帝坐在锦里池旁生闷气 我是个侄女 不懂哄男人 可是四周的花开得正好 我转起圈圈 扇起了风 吹落了花 满树花雨速速落下 如云四下 小宫女们的惊叹声 此起彼伏 吹了半嗓 破涕为笑 哄男人 不过如此 皇帝拍了拍身边的石头 让我坐下 镇三岁入学 十岁理政 这一生 都在上课和上朝的缝隙里活着 这样好的太阳 甚至都没见过几次 我张抱 骨头硬 耳朵软 最见不得好看的男人卖惨 我说 我带你出宫转转 皇帝的眼睛亮了亮 宫里看我看得严 出得去吗 我邪魅一笑 这叫是吗 是夜 皇宫内无故起了一阵妖风 飞沙走时 黄沙漫天 青天间响解一解 这诡异的天象 根本拿不稳一盘 监政哆哆嗦嗦赶来面胜 却发现皇帝没了 天象之节 这不就信手拈来了吗 监政立即抢得痛呼 腰风起 邪碎声 天象告辩 地运有恶 宫里乱作一锅粥 宫外 皇帝挣一碗接一碗的喝咸淡粥 原来粥可以是咸的 豆花可以是甜的 抱抱 宫外好有趣 皇帝快乐得像个孩子 我带他尝遍街巷美食 他肚皮撑得像球 抱抱 朕吃不下了 可还想吃 这叫什么 毕竟逛到现在 我才吃了一分饱 买了红傲鸡 酿黄雀 羊体笋 备腰子 又吃了糖荔枝 樱桃煎 青梅腐和甜藕片 他浅尝一口 我再吃完剩下的 我说 别的随意 备腰子你得吃完 当药服 一定有用 皇帝不胜酒力 喝了点竹叶酒 脑袋不自觉地往我肩上靠 多的进度条 不早了 该办正事了 我扎了个四平八稳的马步 喊皇帝 上来 我背你走 皇帝也不客气 蹭了一下 就跳到了我坚实的背上 仿佛犹豫一秒 都是对我实力的不尊重 我背起他 足下生风 剑步如飞 皇帝在我耳边由衷赞叹 有你在 真好 我勾唇一笑 哄男人 不过如此 迎着枝头的月 穿过旷野的风 我背着皇帝 来到一片绿草地 凉风袭袭 夜莺蹄 氛围甚好 更觉得是 草地上还有几顶帐篷 不知何时有散兵在此扎过营 我收拾出一顶帐篷 将皇帝丢了进去 随即 我也跳了进去 不知是不是我的笑容过于邪魅 皇帝受到了惊吓 你你你 你要做什么 睡觉啊 那里 那里 不是还有一个完好的帐篷 皇帝指着外面 我兴兴爬出去 收拾他指的那顶帐篷 帐篷在我手中 瞬间化为积粉 现在只有这一顶帐篷了 我重新翻进他的帐篷 皇帝惊慌失措地看着我 表情弱小又无助 我有些烦躁 你为什么不肯和我睡觉 是不喜欢我 皇帝一脸委屈 喜欢的 可是喜欢你 就一定要和你睡觉吗 不是吧大哥 你搞纯爱的呀 游戏里的终极boss 果然一个比一个难搞 辛辛苦苦努力这么久 现在跟我说 方向错了 我不甘心 认输是不可能认输的 我决定 霸王硬上弓 于是我眼冒凶光 上手撕他的衣服 细皮嫩肉的皇帝 眼泪都出来了 轻点 我疼 包完外衣 我又开始包他的中医 皇帝闷哼一声 抱抱 疼 我屁股疼 我不理他 继续包 皇帝呼吸急促 我屁股好像出血了 我快被他气笑了 怎么 你是想说自己来鬼水了 今天不方便 不是 我 我好像要死了 他的声息越来越弱 终于一头栽进了我怀里 我这才意识到不对劲 伸手摸向他的屁股 他的屁股上 插着一只细小的毒镖 浓黑的血液 已经蕴染了 他洁白的衣袍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我束手无策 浓黑的血液 从他口鼻一出 擦也擦不完 这么裂的毒 他没时间了 皇帝眼中饮满泪水 不舍得望着我 哆哆嗦嗦伸出手 想要擦去我的泪水 抱抱 别哭 你宠我这一天 胜过我从前活的二十年 那只手没有勾到我的脸 就无力地垂了下去 我不知道该用怎样恶毒的语言 咒骂这傻逼系统 说他好心吧 他给我一个无法攻略的男主 说他恶毒吧 这男主他还是个纯爱战士 帐外的风声越来越凄厉 耳中清晰听见四方有人悄悄前来 我却只是抱着他 静静地坐着 他的手此刻还温热 可是又很快就会冷掉 一杆银枪挑碎了帐篷 玄徒那张美到妖异的脸出现在月色下 嘿嘿 期盼已久了 他无比兴奋 我看了他一眼 用看一个死人的眼神 你哪来的自信 可以和我抗衡 玄徒狡黠一笑 我一个人自然不行 但是 像我这种战力的 其实有一个团队 四个长相迥异的杀手 从林中闪出 将我团团围在中间 持刀的 拿锤的 扛棒的 还有一个空着手 神秘莫测的 好家伙 这不得把我冲成肉泥 据说 人在极其无语的时候 会莫名其妙地笑一下 我笑了一下 难为系统这么卖力地杀我了 若是在一个月前 我打都不打 直接把脖子伸到他们眼前 大哥 哥准一点 怕疼 死后 重回原世界 继续冲我的狂蟒丛林 可现在不同了 我看着自己 怀里抱的皇帝 他是这个世界活生生的人 死了 就是真的死了 那个持锤的家伙 率先动手 他挥起锯锤 用尽全力向我袭来 与此同时 那个空着手 一脸神秘莫测的杀手 袖口微动 一根小指粗的银锁 自他袖中飞出 像条幽冷的毒蛇 从另一侧朝我而来 两人一须一时 配合默契 我低着头 尽力把皇帝的身体 护在怀里 任由那条银锁 穿透了我的左肩 那只锯锤 也结结实实 砸在了我的右肩 我咽下喉间的一丝心田 眼中泛起一片星红 玄徒正住了 似是没想到 我会一动不动 什么意思 起来打呀 玄徒一脸破防 他拿银枪戳了戳我 你起来啊 鲜红的血字伤处 缓缓凝结成堤 堤在了皇帝脸上 皇帝挣扎着睁开眼 抱抱 你怎么不打 我一脸深情地看着他 我想等你厌弃再打 人死不能复胜 我不想他一个人 在这荒郊野岭 孤独地死去 皇帝耿住了 谁说我要死了 我是在避弃 阻止毒液 在我躯体中运行 我的沉默震耳欲聋 你有这本领 怎么也不告诉我 谁保命的本领 还到处宣扬 此时系统也急了 接二连三向我发出提醒 张鲍 站起来打呀 他是我精挑细选的攻略对象 就是因为他既不好攻 又不易死 他的生命值还能坚持半个时辰 再不打 就真的来不及了 我缓缓抬起头 两行血泪自腥红的眼中鼓鼓流出 你怎么 不等我死了再说 你有没有那样 恨过一个人 我放下皇帝 站起身来 眼中是熊熊的怒火 一手扯起那条银锁 将那个一脸神秘的家伙 卷到近前 若没猜错 那只毒镖也是你的手笔 那人阴侧侧一笑 你猜 又一只毒镖自他袖中飞出 冲向我的命门 我脑袋一侧 将那只毒镖闲在口中 有点 偏了吧 我冷哼一声 毒气虽能取命 但战斗过程并不过瘾 我教你个过瘾的打法 双手如铁钳一般 钳住他的脖子 一只手伸到他口中 掏出他的舌头 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 我缓缓扯出他的舌头 打了一个截 像栽葱一般 将他半截身体 垂进土里 现在开始 不要说话 不要动 就静静地站在这里 看好了 然后缓缓转向其余四人 玄途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 我放弃了美貌与谋略 将全部属性 加在生命值和武力值上 而你长成这样 却也能与我 打个旗鼓相当 那你放弃的是什么呢 现在我想通了 你放弃的 一定是生命值 玄途脸色顿变 哦 被我猜中了 他进来的任务 就是取我性命 不想久呆 只求速胜 我勾起唇角 捡起地上的半把残刀 那年的九国大事记 关于九国大典的描写 只占了一半篇幅 因为余下的一半篇幅 写的是玄途 和他的四个喽啰的死状 史官想破了头 也不知道一些现象 该如何修饰 他们能理解 人类的脑壳十分坚固 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可以变成一滩烂泥 也能理解 隐所可以穿透的琵琶骨 其实手指也可以做到 可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 人类的尸身如此冷硬 如何能把他们的四肢 全部打成蝴蝶结 精致的就像那位 暴飞手上的棉手套一样 除非是趁热 趁还活着 众人面面相去 迟迟不敢下笔 这未免太凶残了吧 玉衣一波一波的 往皇帝寝宫赶 这波束手无策 就在换一波上 只是换下来的玉衣 无人啃出寝宫 因为我就在寝宫门口等 啃着烤猪等 撕着牛腿等 没人赶出来报丧 怕我还没吃饱 连人带骨一起撕着吃了 于是皇帝寝宫里 挤满了玉衣 他们抖如筛坑 后来某个大聪明一拍脑袋 我们每人都上手抢救两下 不行吗 这样就算没救活 难不成他还把所有玉衣一锅端了 众人想了想 沉默了 还有什么不敢的吗 但他们也没有更好的法子 只能一个一个硬着头皮去世 扎针的 放血的 惯药的 还有在耳边碎碎念的 我在寝宫门口 从天黑吃到黎明 又吃到月上之头 凉风袭袭 夜莺青蹄 一切都像昨天一样 只是有一样不同了 他再也回不来了 我看着堆成小山的猪鸡牛羊碎骨 不等了 我要回去了 我站起身 在衣摆上擦了擦手 刚走两步 只听身后的门 枝呀一声开了 有玉衣哆哆嗦嗦出来 玉衣声若闻营 皇上问 从前的十全大补汤 现在还能做吗 我像被定住了一样 静静地站在那里 玉衣冷汗层层 不能做就算了 抬脚要溜 我揪住他的关袍 去问他 还是满满的三大海碗吗 番外 我叫官 是一个烤羊店的学徒 我的师傅 做得一手好烤羊 好到什么程度呢 外皮酥脆 肉质鲜嫩 吃一口 满嘴生筋 啃一扇 不往人间走一趟 只是寻常人 谁能一口气啃一扇呢 十四岁那年 我厨艺大成 师傅说 我老了 有一些大生意 该开始慢慢教给你了 那天 他带我七拐八拐 入了一处别院 我终于见到了 能一口气啃一扇羊的人 并且啃完这扇羊 他还能再啃一扇猪 我惊呆了 大卫王啊 师傅把我的脑袋 当弹珠袋 放肆 那是太后 我们大齐的 太太皇太后 我摸着自己满头包的脑袋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 太太皇太后 这么大辈分的称呼 旁边有个钓鱼的老翁 鹤发童颜 精神绝朔 想必就是太太上皇了 他看了看地上的骨头 抱抱 你的饭量变小了 太太皇太后 在衣摆上擦了擦手 老了 吃不动了 可是 我们都老成这样了 怎么还不死 他摇了摇头 当年我的生命值 点得 着实有点过于夸张了 我第一次看到 有人活又得久到 甚至不想活了 回去的路上 师傅给我讲了 这两位的传奇故事 听得我半信半疑 但其中有一点 我没有怀疑 师傅说 他们俩搞纯爱的 吴皇万不万岁 我不知道 但是纯爱一定万岁 全文完